米拉拜他的报名成绩210公斤 跟侯志慧和蒋维华一样 我们知道在此前朝鲜运动员不参加奥运会之后 这个级别我们最大的对手已经没有了 看看米拉拜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他的成绩会不会给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形成冲击和威胁 好 比赛已经开始了 首个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日本的柳田瑞季 出生于1992年 非常成功地抓起了他的开把重量 70公斤 柳田瑞季在2019年的日本全国锦标赛上 拿到了这个级别的第二名 他的职业是一位大学的体育教师 主抓的就是在学校当中的举重设的训练 开把重量应该是70公斤 这个重量还是非常轻松的 柳田瑞季呢 之前他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78公斤 停举是98公斤 总成绩176公斤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运动员 猪马巴耶娃 19年亚锦赛的第六名 第一把试剧并没有能够特别好的进入到状态当中 从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次整个赛事主办方防御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中马巴耶娃刚才这把试剧应该是没问题 不知道他的教练在跟裁配员争论什么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小将 出生于98年的年轻运动员佩雷斯 佩雷斯在19年的世锦赛上 这个级别只拿到了第21名 抓举并不是他的强项 抓举最好成绩只有75 开把就没有能够举起来 开把要了73公斤 这个重量距离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 已经很接近了 好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日本的名将 三宅红石 今年已经是35岁的老将了 奥运会的延期其实对于这些老将来说是最困难的 因为他们此前已经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但是奥运会的延期对于他们的整个竞技状态 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今天开把成绩不错 三宅红石现在已经过了他的巅峰运动期 他的巅峰期抓举能够抓起87公斤 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他参加的是48公斤级的比赛 但是抓举能够抓起87 今天开把也只要了73公斤 培雷斯 他把73公斤没有能够起来 接下来继续挑战这个重量 能力已经完全到了 就是开把第一把 有点着急 接下来继续 接下来继续 日本选手柳田瑞姬 过往的抓举根最好成绩78公斤 其实开把成功之后 第二把加到了74公斤 一开始 一开始杠铃的重心没有能够调稳 但是还是很好的控制住了 产品员也一直等待着他处在一个相对的静止状态 这把最终判了失败 两盏红灯一盏白灯 应该还是认为他在整个上送的过程当中 看看是不是存在着手肘屈身 或者是二次推举 看上去应该还好 杠铃的判罚还是比较严格的 看到仲裁这边应该是对刚才三明材败员的判罚提出了一些意见 看看仲裁最终要不要改判这把 尽力量度 男人在三明杨再次进行 判明发生了幸运的 机会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会有机会 踪运的容量 在这些人 过分的动作 我们一起说 我们在度赛电视团队 不停锐记 等待着自己第二把的最终成绩 因为他要根据第二把成功与否 来决定第三把 是继续连续试举 这个重量呢 还是要再稍微加一点 让其他的运动员先出场 给自己赢得一些休息的时间 裁判那边好像还没有 对刚才这把做出最终的判定 好 由于这次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现场 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转播啊 所以有些信息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 刚才那把 我感觉大概率仲裁会改判成功啊 好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土工曼斯坦的运动员 猪马巴耶瓦 因为如果刚才那把柳田锐记 再被判失败的话 他大概率会连续试举 猪马巴耶瓦 第二把 加到了75公斤 没有能够成功啊 因为从他开把那一下感觉 整个状态就没有完全出来 猪马巴耶瓦 他过往的抓举 个人最好成绩77公斤 19年压谨赛呢 他是拿到了总成绩的第六名 好 来看三盏红石 已经征战过两届奥运会的日本老将了 在这个级别上 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看来现在这个状态确实大不如前啊 再把75公斤失败 将来的 加到 亚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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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看猪马巴依娃 第三把继续来举75公斤这个重量 感觉他的右膝应该是有伤 明显看到他在整个上挺的过程当中 是不太敢右膝发力 上送这一下他的右膝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保护性的动作 整个重量往左膝稍微偏了一下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中国台北运动员方婉玲 方婉玲出生于1999年 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 方婉玲在整个从2019年到2020年的一年之间 他的总成绩从172公斤 18年世锦赛第14名 一下提升到了189公斤 长了17公斤 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 冠军在2020年1月份参加了美国进行的阿诺德体育节举重挑战赛 在那次比赛当中他完成了抓举85公斤 停举104公斤 总成绩189公斤的成绩 从目前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个成绩的话呢 是很有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来竞逐一下领奖台的 嗯 非常稳 动作非常扎实的一位运动员 看吧 非常轻松地完成 看看他接下来会不会向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发起挑战 接下来是菲律宾的运动员佩雷斯 接下来是菲律宾的运动员佩雷斯 第三把加到了76公斤 嗯 杠铃明显是没有把高度带够 杠铃明显的重心还在前面 这样的话他抓举三把只成功了一把 最终抓举成绩定得在73公斤 距离他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75公斤 还有两公斤的差距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柳田锐记 果真柳田的第二把射击74公斤是被仲裁改判成功 噢 杠铃明显还是没有带到最佳的高度 77公斤没有起来 这样抓举的成绩定得在74 也没有达到个人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 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越南的运动员王世玄 杠铃明成绩180公斤 在2019年他参加的全部都是女子45公斤级这个非奥级别的比赛 那么在49公斤级的参赛过往成绩当中抓举能够抓起83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 在抓举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在停举这个环节上是他的弱项 过往停举只停起过100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 非常典型的一位抓强挺弱的运动员 但是今天抓举这个开靶也没有能够起来 这样的话对于他今天的整个总成绩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是一位抓举实力比停举实力要明显强的运动员 他要靠抓举来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总成绩 一把没起来的话就很难让自己的抓举定格在一个个人最好成绩上 放手拳 放手拳 要面临连续试举了 目前的10位A组运动员当中还有4位运动员没有出场 分别是来自印度的名将米拉拜 来自印尼的温迪艾萨以及两位中国运动员侯志慧和蒋惠花 从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的成绩来看侯志慧和蒋惠花明显还是要领先其他运动员一大截 然后从印度的米拉拜开始和之后的运动员又有一个巨大的差距 当时最接近于两位中国运动员的是来自朝鲜的李盛琴 当时他是204公斤 侯志慧211公斤的总成绩 蒋惠花是212 越南的王世玄连续试举 嗯 不错 很好的调整了第一把出现的问题 支撑稳之后再往上起身 成功完成了78公斤这个重量 注意到他有一次的问题 再次看着这次放弃 与掌玩家说映成功 actually 中国台北运动员方万灵 第二把加重到了80公斤 这个加重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还是要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保证自己的成功率 教练在旁边也在提醒一些技术动作的要领 杠领一定要带够高度要带起来 从他的表情来看还是非常的轻松 非常放松 一会看看有没有侧面的镜头啊 感觉刚才这把主要还是杠领的重心没有调整好 从这个角度的镜头再来看一下 杠领拉的稍微有点靠后了 最后想要往回调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的话今天方婉玲要想达到自己在20年初达到的抓举85公斤 个人最好成绩就很难了 由于很久没有参加这种国际大赛了 所以从今天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可以看到 可能在正式的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紧张 整个个人的最好状态呢 没有办法完全调动出来 越南的王世玄短时间之内呢 是第三次要上来试举 右手的手肘已经明显的有一个屈身 这把直接被判失败 这样的话他的抓据成绩定格在78公斤 跟过往个人最好成绩83公斤 18年世锦赛的时候创造的这个个人最好成绩相比啊 差了还是挺多的 从18年到21年这段时间当中呢 并没有把自己的成绩给提升 或者说在训练当中 他已经很好地提升了自己的成绩 但是在比赛当中呢 没有能够表现出来 这是最让人感觉到遗憾的 好来看一下中国台北运动员方婉玲 还是试举80公斤这个重量 能力是肯定能达到 就看一下临场的发挥 还有这种稳定性 腰不能松 杠铃带的位置呢 要到位 哎呀着急了 还没有完全称稳的情况之下就起身要站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呢 这就是他们需要去交的学费 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啊 通过这种经验的累积 快速地提升自己 感觉腰还是有点松 因为从下蹲到起身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腰力是非常关键的 腰部的力量支撑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印尼的小将 也是这组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温迪艾萨 02年6月11号出生 今年只有18岁的小将 身材属于修长型 看一下今天的开靶情况 能力很强啊 温迪艾萨呢 也是一位很明显 抓举要强于挺举的运动员 那抓举呢 过往能够抓起86公斤的 个人最好成绩 但是挺举只有104 像他这种身材的运动员呢 也是很容易出现这种 抓举强挺举弱的情况 因为身材比较 相对比较修长比较高的运动员 在抓举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的整个发力的过程会更顺 85公斤 好 接下来就是今天 对两位中国运动员 威胁最大的选手 来自印度的名将米拉拜 米拉拜出生于94年8月8号 在16年的旅游奥运会上 她是参加了女子48公斤级的比赛 当时三把停举三把失败 没有成绩 非常遗憾 所谓征战过奥运会的老将 看到今天的表现 开把没有成功 米拉拜在19年的世锦赛上 当时是201公斤的总成绩 是四位能够总成绩上200的运动员之一 在她之后 其他的运动员 跟排名前四的运动员 也就是跟米拉拜之间 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目前在这个级别 亚洲还是领先世界 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 很有可能到冬天奥运会的时候 站在领奖台最高处的 三位运动员 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 都是来自亚洲 当然这个级别 目前最具竞争力的 还是蒋惠花和侯志慧 米拉拜呢 过去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 87公斤 这都是在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 他的抓举和停举的实力 非常的平均 停举也能够举起 114公斤的重量 他过往个人最好成绩 是201公斤 但是今天的报名成绩呢 就是210公斤 要比他个人过往最好成绩 要高很多 看看他是不是这段时间 没有见到他 整个人训练非常的刻苦 成绩涨了很多 延续试取85公斤 这些重量 他自己也感觉很迷茫啊 因为这个重量 理论上来讲 对于他来说是很轻松 能够完成的 这就是我们说运动员 长期啊 没有参加国际大赛 这种比赛的感觉和状态 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进入 所以国家举重队呢 在每次的大赛之前 都会在队内进行这种高台的模拟比赛 这次的亚锦赛呢 我们也进行了赛前的高台模拟比赛 在那次比赛当中呢 根据报道啊 有几位运动员也达到了 或者说超越了个人过往的最好成绩 这也让我们对于2021年的 亚洲举重锦标赛更加的期待 米拉拜呢 肯定不能够连续三次试举了 所以他提升了自己的第三把重量 让其他的运动员先出来举 18岁小将温迪艾萨 温迪艾萨呢 是世界青年亚军 亚洲的青年冠军 在19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上 他曾经抓起过86公斤的 个人最好成绩 右手的手肘啊 已经出现了屈身 自己也放弃了 如果这把举起来的话 就是凭个人最好成绩 第二把没有能够成功 对于米拉拜来说 现在绝对是对他的考验了 作为这场比赛 很有竞争力的运动员 抓举的前两把竟然都失利了 在举重比赛当中 特别是到了奥运会 世锦赛的舞台上 成功率可能会决定一切 因为只有成功了 你才有成绩 好的 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感觉应该是很轻松的 但是前两把不知道 什么情况啊 竟然全部都失败了 最终他的抓举 成绩定格在86公斤 这样 今天这场比赛 要想威胁到两位 中国运动员 基本上就很难了 因为侯志慧和蒋辉花 单抓举一项啊 就能够赢米拉拜 将近10公斤啊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肯定还是侯志慧和蒋辉花 两位中国运动员之间的对话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温迪艾萨 第二把86没有成功 第三把又加了一公斤 加到87公斤 好的 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样的话 他就超越了个人过往抓举最好成绩 过往最好成绩86 现在提升了一公斤 自己也非常开心 这就是把自己平常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了 如果他第二把能够成功的话呢 第三把他可能会加的幅度更大一些 但是第二把没成功啊 第三把就加了一公斤 这位年轻的小将啊 还是很有潜力的 一会看看他的停举 看他停举会不会有大幅度的成绩提升 如果停举还是维持在104 105的话 想要站上领奖台是有困难 好 接下来蒋绘花要出场了 开靶今天要了89公斤 这是一个相对非常稳健的开靶 过往他的抓距最好成绩94公斤 蒋绘花呢 由于伤病的原因呢 没有参加20年10月份 进行的全国女子锦标赛 在湖南少阳进行的全国女子锦标赛 这是他的主管教练 邓惠杰教练 当时呢 我是在现场看到了蒋绘花 他是 还是由于整个教练团队啊 整个中国举重队对他的保护 所以他没有参赛 讲道而言呢 他就比侯志慧少了一次 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机会 所以整个比赛的临场状态 需要去适应一下 蒋绘花呢 是来自于广西贺州的运动员 他跟侯志慧的年龄呢 相差不到一岁 蒋绘花出生于98年 而侯志慧出生于97年 97年3月 蒋绘花98年1月 成功率呢 一直都是中国举重队重点要求的 开把的势力啊 应该会罚钱的 稳住 没问题 这个重量应该是很轻的一个重量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场比赛对于蒋绘花就不是特别有利了 因为呢 蒋绘花跟侯志慧相比呢 在抓举方面 侯志慧是要略强于蒋绘花 侯志慧保持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记录 95公斤 95公斤 蒋绘花最好成绩94公斤 当然相差也不大 所以在关键比赛当中啊 比的就是成功率 如果侯志慧接下来开把 第一把就成的话 那这场比赛他将非常有利了 女队的副主教练王公斤知道 侯志慧呢 在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从18年世锦赛一直到19年的世锦赛 他的状态都呈现一个上升期 但是之后呢 由于整个伤病的影响 状态出现一些起伏 在比赛当中稳定性不够 看看今天开把能不能成功 没问题 非常的漂亮 侯志慧之前在转训 海南五指山训练基地的时候 在体能训练当中 表现的就非常的刻苦 今天开把90公斤成功 这样一来的话 从开把重量来看 我们今天是很有机会去看 侯志慧冲击自己保持的抓取世界纪录 侯志慧第二把怎么去加 现在场上只剩两位中国运动员 蒋惠花和侯志慧 蒋惠花和侯志慧 接下来看到侯志慧和蒋惠花啊 侯志慧和蒋惠花啊 各自的主管教练啊 也在打一些战术 来看侯志慧的第二把 第二把呢是要到了94公斤 距离自己保持的95公斤 世界纪录呢只差一公斤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我们就很有机会看到 侯志慧在今天比赛当中 创造新世界纪录 没有问题 非常的漂亮 相当霸气的一举 看来经过了东迅之后啊 侯志慧整个人的状态 完全调整出来了 之前在体能训练当中呢 侯志慧多次在训练当中呢 超越自己的最大心率 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看来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哦 蒋绘花第三把 现在来看是加到95公斤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就凭侯志慧保持的抓举世界纪录 而且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也会超越自己过往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 94公斤 这是他在2019年的世锦赛创造的 整个加重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加重了6公斤 没起来 这样一来的话就期待蒋绘花在他的强项停举上啊 看看他今天的表现了 抓举这样一来只有89公斤的重量啊 跟侯志慧还是差的挺多的 侯志慧第三把很有可能会加到96啊 如果96起来的话 两人就差着抓举就差了7公斤 战练还是没有带到位 好 接下来就是侯志慧自己的表演时间 杠练重量加到96公斤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 他将创造女子49公斤级 新的抓举世界纪录 一起为侯志慧加油 漂亮 哇 这个重量感觉对于侯志慧来说还绰绰有余啊 非常轻松啊 恭喜侯志慧 在这届的举重亚锦赛当中 为中国举重队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啊 可以说是中国举重队取得了看门红 一上来就在抓举比赛打破了世界纪录 将此前自己保持的抓举95公斤的世界纪录 提升了一公斤 同时拿下了21年亚洲举重锦苗赛女子49公斤级 这组决赛抓举的一枚金牌 再次恭喜侯志慧 今天表现得非常有霸气 非常的稳定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个侯志慧 当然蒋卫花接下来在停举比赛当中 还有机会跟侯志慧一较高下 相信稍后的停举比赛会更加的精彩 刚才这一局啊 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侯志慧 还可以继续往上加重量啊 好 这就是抓举的成绩 最终侯志慧呢位列第一 蒋卫花89公斤 位列第二 第三的是来自印尼的小将文迪艾萨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来看停举的比赛 好的我们一起跟随转播镜头 再次回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亚洲举重锦标赛女子49公斤级A组决赛 现在来到了停举部分 停举比赛当中首先要出场的 还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柳田瑞基 柳田瑞基呢在过往的停举 个人最好成绩是98公斤 今天开把重量是只要了88公斤啊 这把还是判了成功 感觉最后没有完全站稳 对于日本举重队来说呢 作为东道主他们拿到了东京奥运会 全部的参赛资格 但是呢日本举重呢在 大多数的级别上 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他们最大的目标还是争取 能够站上领奖台 但是像之前他们的优势级别 女子的小级别 像三宅红石这样的名将 由于年龄的增大 加上自己状态的下滑 这次比赛来看的状态 也已经是大不如前 菲律宾的佩雷斯 停举今天开把重量要到92公斤 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是96公斤 右手的手肘呢有屈身 看看这把怎么来判 应该还是判了成功 右手的手肘在上颂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屈身 通过半镜头再来看一下 哦 还好 还好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柳田锐记得第二把试取 92公斤 如果照这个加重幅度的话 他今天应该不会冲击 过往个人创造的最好成绩 98公斤 好的 第二把要比第一把完成的更加轻松一些 音乐 有个大师 二分钟 3公斤 另一把 二分钟 采放 五分钟 六分钟 咨好的 他在…… 一分钟 在A组的运动员当中 大部分运动员他们的停举水平 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过往个人停举的最好成绩 能够在110公斤以上非常少 除了两位中国运动员之外 过往个人停举成绩 在110公斤以上的只有米拉拜 和在12年轮断运会 自己生涯巅峰时期 创造过110公斤的三寨红石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中国台北运动员方婉玲 方婉玲非常遗憾 在抓局比赛当中 三把只成功了一把 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来说 还是需要在这种大赛当中 不断地去积累经验 因为在举重比赛当中 成功率高于一切 只有有成功率 你的成绩才会有稳步的提升 不穿着 方婉玲在20年年初的时候 参加的阿诺德体育节 举重挑战赛上 创造过停举104公斤的 个人最好成绩 这是他在国际举联认证的 赛事当中取得过的停举 个人最好成绩 看一下停举的开把 要保证成功率 教练员在旁边喊反弹 好的 看来他的翻战可能会有问题 上送应该问题不大 确实很轻松 因为教练员在场边 最后你上场的时候喊的那一下 肯定是针对你的技术薄弱环节去提醒 好像右膝还有点伤 95公斤这个重量顺利的举起 翻战这一下呢 也讲究一些借力打力 用这个反弹力 顺利的完成了翻战 菲律平运动员安林佩雷斯 过去个人挺举最好成绩的 只有96公斤 第二把加到95 没有翻起来 这样的话 如果想要挑战自己 个人最好成绩96 第三把就比较困难 柳田锐记 第三把重量加到95公斤 当然对于日本运动员来说 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目标 就是要争取出现在欧运会 最终比赛的A组当中 因为在欧运会比赛当中呢 B组是基本上是不会转播的 林瑞进的最终95公斤 没有能够举起来 最终成绩定格在了92公斤 这是他挺举的成绩 一位大学的体育老师 佩雷斯 还是挑战95公斤这个重量 可以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呢 除了两位中国运动员之外啊 其他的运动员到目前为止啊 都没有能够达到过往 自己的个人最好水平 布雷斯第三把世界失败了 评举成绩定格在92公斤 好 接下来要出场呢 我们是来自越南的王世权 开把重量96公斤 非常轻松 翻战和上送都非常轻松地完成 过往他停举最好成绩 达到过100公斤 今天很有希望去冲一冲这个重量 是大家 與90公斤的 入国超市 还有5分之分 我会想要6分之分 如果我们不用擇 就能够起了 没有入国超市 资格的 我会想要2个人 就是可以 我会想要一放 目前的成绩版的情况 三摘红石要出场了 三摘红石过往在停举比赛当中 个人生涯巅峰时期 12年轮胆议会女子48公斤的比赛 她曾经是挺起过110公斤的重量 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 参加的所有的奥运积分赛当中 她最好也挺起过106公斤 所以她的停举实力 还是一直在保持着 应该是被判失败了 两盏红灯 右手的手肘 参品员可能认为 她的手肘有一个二次发力的一个动作 在杠铃达到最高高度之后 又有一个上送的这样一个动作 下降之后再上送的这样一个动作 虽然很细微 但是这样的动作被抓的是很严的 但是仲裁这边 好像又要对于参品员的判法 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举重比赛当中 只有仲裁可以改变裁判员的判法 三名裁判员呢 是坐在举重台的左中右三个方向 仲裁呢则是在他们身后 说这仲裁席就是在屏幕下端 最下端这里这张桌子上 坐的这几位就是仲裁 产品员呢是坐在举重台前面 最终仲裁改叛 三重台红石 刚才这一举成功 奥运会的推迟 对于像三宅红石 还有中国举重队吕小军 这样已经三十大几的老将来说 确实很不容易 他们在过往的训练比赛当中 已经累积了太多的疲劳和伤病 经过艰苦的训练 终于要等到奥运会了 但是奥运会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推迟一年来进行 他们也需要在整个训练 包括自己的伤病上 做新的调整 这一下很危险 整个杠铃完全是偏的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在抓局比赛当中 就感觉 猪马八夜娃 他的右膝应该是有伤 刚才这一局又是明显 在上送的时候 有一侧 就不敢发力的 就导致杠铃上送的过程当中 已经完全偏了 再来看 很危险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 接下来要出场的 还是猪马八夜娃 看看他会不会因伤退赛 从他刚才这一局的状态来看 感觉这个伤还是不轻 如果没有退赛想法的话 接下来要面临连续试举 翻站没问题 上送这下看他的右腿 右膝不敢发力 非常困难的 一直在调整 最终还是成功了 刚才这一把成功 非常的关键 这样就让他这场比赛 不会白比 有一个成绩 再来看一下 注意他的整个右腿 右膝关节 看他的右腿是不敢发力的 一直靠左腿 在保持着整个身体的支撑 不容易 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来自越南的运动员 王世玄 上一把完成的非常轻松 好像是等的时间有点长 而且上翻的这一下压到了自己 喉管的这个位置 上翻的这一下 杠铃所在的位置也很关键 虽然说在翻起来之后 运动员是可以调零 但一旦压到的话 想要去调整 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根本就翻不起来 放进一旦 佛成绩 要上等 很深 要上等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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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王世权的第一把完成得非常轻松 刚才第二把加的这个幅度也不是很大 而且也没有达到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 所以应该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要注意翻转的过程当中 杠铃位置的调整 翻起来了 上松应该问题不大 好的 有点遗憾啊 因为这个重量完全是在他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 但是第二把由于小小的失误啊 没有能够完成翻战 还是没有达到个人过往的 挺举最好成绩 这次比赛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可能是奥运会比赛之前最后一次参加大赛的机会了 所以这次比赛呢 运动员们都非常珍惜也很重视 而这次比赛的成绩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如果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没有办法拿出很好成绩的话 接下来就比较困难 运动员们在信心上会受到打击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没有比赛的情况之下 他们一直期待着能够在大赛当中啊 把自己的训练水平给发挥出来 方远玲 第二把试举 重量加到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 没问题 顺利地完成这个重量 前两把全部成功了 看看第三把要不要去冲一冲 个人最好成绩104这个重量 来看日本35岁老将三宅红石 第一把是仲裁改判 第二把加到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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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钢灵上送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完全送不上去了 今天感觉三宅 他确实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上 三宅红石呢 他整个家族 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比较传奇的举重家族 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 并且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 他自己也已经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比赛 拿到了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作为日本举重界的传奇人物啊 家门口的奥运会 他肯定是要去参加的 但现在年龄在这摆着 作为一名女运动员35岁 还不像吕小军 男运动员35岁 在国际赛场上 像这个年纪的女子举重运动员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到这个年龄 对于三宅红石来说 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 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比赛再次暂停 不知道现场又出现了什么情况 接下来要准备上场试举的是土格曼斯坦运动员朱玛巴耶瓦 第三把重量加到101公斤 第二把在右腿不太敢发力的情况之下 还是艰难地完成了 第三把加重了三公斤 三战都没有完成了 今天对于朱玛巴耶瓦来说呢 受到伤病的影响 中场比赛就是发挥的比较一般 朱玛巴耶瓦呢 虽然说即将在4月22号迎来自己23岁的生日 看上去年龄不大 但是他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征战国际赛场 已经有8年国际赛场征战的经验 大赛的经验很丰富了 当然这也为他积累了一些伤病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本组当中年龄最小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 在抓举比赛当中表现很出色 87公斤的抓举成绩 刷新了个人过往的最好成绩 他是今天少数能够超越个人过往最好成绩的运动员 右手的手肘有问题 这把大概率会判失败 判了成功啊 刚才从上挺的过程当中看到右手的手肘好像有一定的屈身 这个角度看得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最终还是判成功了 接下来看看中国台北的方婉玲 平举的最后一把试举 103公斤 并没有去冲个人过去的最好成绩104 现场的计时钟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这边在方婉玲即将出场的时候 产品员这边是质疑他的腰带宽度有问题啊 在这个时候突然对运动员的装备提出质疑 就会很影响运动员接下来的这次试举 但是这就是在国际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日常的训练比赛当中啊 咱们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真的是经过千锤百练 才能在国际比赛当中真正稳定的发挥 国际举联呢在整个20192020年啊 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包括国际举联的主席阿让先生啊 深陷受贿还有贪污的丑闻当中 国际举联呢是曾经长时间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掌门人 短时间内换过三位主席 那最终经过了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涉之后 方宽灵这个腰带最终认定没有问题 可以继续佩戴着上场 但是刚才这一番的操作啊 已经会对方宽灵的状态产生一些影响 希望他能够很好的去发挥 不错 哎呀 感觉 最后上送之前啊 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调整的这个时间有点长 这当然也跟之前啊 这个产品员 这个对他的这个腰带的质疑 整个的过程会有很大的影响 方宽灵自己还是心态保持的非常好 但是他的教练员呢 已经对咱们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运动员即将上场的时候 突然提出这样的质疑啊 确实会对运动员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19年世锦赛上我们记得当时 伊朗的名将奥运会冠军罗斯塔米 我们就经历过裁判员的质疑 最后是三把全部失败 没有成绩 在抓局比赛当中为大家做过介绍 温迪艾萨呢 他的停举并不是强项 过往停举就要成绩104公斤 我是和阿恩的接触 你把所有的服务感都变得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拜登特律腿的 她就在打开了 手挤 库 在最后大BR 目前在停举比赛当中 只剩下印度的米拉拜 还有两位中国运动员 侯志慧和蒋惠花没有出场 而温迪艾萨将会面临着连续试举 连续试举中间有两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这个过程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越到大赛越是重要的比赛 由于紧张的心情就造成消耗更大 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的 这个时候就要依靠运动员自身的意志品质 去拼 去搏 第三把还是106 这把起来的话也是抄自己过往 停举最好成绩两公斤 好的 翻起来了 那上送应该问题不大了 看来这个翻站确实耗费了比较大的体力 上送的这一下没劲 如何解释过 事情是否也讨论 对于民众人们说 您是否也讨论 这就是您的事 好 接下来 侯志慧要出场了 那看来 印度的米拉拜应该是退赛了 侯志慧 看看他的停举 漂亮 非常精彩 开把停举和抓举 开把全部成功 这是目前中国举重队 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孟国勋教练也是给他竖大拇指 今天在整个比赛当中 侯志慧所表现出的这种霸气 自信 非常的出色 跟2019年 2019年底到2020年 这段时间的整个状态 有了一个很鲜明的反差 米拉拜这边非常抱歉 米拉拜并没有退赛 他的停举 开把重量要的还挺高的 米拉拜今天停举的开把重量 就要到了113公斤 要知道他过往的停举开把 最好停举的最好成绩 停举的最好成绩 只有114公斤 也就是说他的开把重量 只比他过往个人 停举最好成绩少亿公斤 来吧 来吧 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样来看的话 米拉贝在停举 还是有很大提升的 19年世锦赛的时候 停举114公斤 而且当时呢 他的停举并不是开把就114 而是第二把举起了114 第三把冲击118失败 来看蒋辉花今天的停举 蒋辉花目前保持着 这个级别停举的世界纪录 118公斤 这是他在2019年的 泰国巴蒂亚世锦赛上创造的 总成绩212公斤的世界纪录 也是由他保持 今天抓举三把 只成功了一把 希望他停举比赛 能够很好的调整心态 有好的发挥 停举是他的强项 有没有问题 停举的开把很顺利地完成了 主管教练邓慧杰教练 由于抓举比赛比得不太好 感觉现在蒋辉花整个人的状态 不是特别的兴奋 不是特别的开心 猴志慧115公斤 过去他曾经在19年世锦赛上 当时也是跟蒋辉花 争夺争夺到最后时刻 投授会举起117 蒋辉花随后举了118 投授会第二把要了115 毛角教练 16年的里游奥运会呢 猴志慧非常遗憾的错过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 他肯定是非常想要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反正没有问题 双送的呢稍微有点急 但是最后还是凭借自己超强的能力 调整回来 115公斤 成功了 猴志慧经过了 在宁波的转讯和海南五指山东讯之后啊 感觉整个人的状态 现在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刚才这把上送的干领重心靠前 但是还是凭借着超强的个人能力给调整好 不容易啊 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米拉拜 开把114 看看这把加到117了 证明他在停举上啊 还是有很强大的实力啊 117已经距离蒋辉花118的停举世界纪录很近了 米拉拜今天呢就是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啊 前两把都失利了 不然的话啊 他今天是很有竞争力的 抓举我们相当于没有看到他的最好水平 翻得不错 哇 完成得很轻松啊 虽然说朝鲜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对于我们这个级别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这次的亚锦赛 米拉拜的突出表现 确实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这个停举 已经比之前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有三公斤了 之前最好成绩是114公斤 来 出来 出来 犯战水平都要出来了 要强势 我了 说话 护士会 第三把加到117 没有去冲个人的最好成绩 而且呢 他在抓举比赛当中 已经给自己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 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 好的 漂亮 侯志会 在今天比赛打得很完美 六把全部成功 而且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抓举比赛创造了新世界纪录 停举比赛也凭了个人过往的最好成绩 今天完成了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 而且距离奥运会越近 在大赛当中拿出这样的表现 就会给运动员增强信心 国志会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信心 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接下来就看蒋惠花的表现了 我们现在要力争 首先要稳拿这枚停举的金牌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停举米拉拜那边还有可能会冲击118这个世界纪录 蒋惠花这把要了118公斤 这是他目前保持的停举世界纪录 放得不错 没有问题 118平世界纪录的表现 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蒋惠花第三把 会加到一个怎样的重量 现在总成绩跟侯志会之间是差着6公斤 要直接再加6公斤的话 个人认为基本不太可能啊 现在就是要跟米拉拜去争一争这枚停举的金牌 我们要力争保下这枚停举金牌 米拉拜加到119 他加118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118已经被蒋惠花先举起来了 所以就算他先举起了110 就算他举起118这个重量 也没有办法拿到停举的金牌 所以他只能去冲击一下 119 目前他已经吻获一枚停举的银牌了 他比侯志会先举起了117公斤这个重量 哇 哇 能力非常强 这一局打破了 蒋惠花保持的 女子停举世界纪录 米拉败凭借这一局 也会 引起中国举重队的关注 他目前的这个水平 已经会对 奥运会的领奖台 甚至最高领奖台 形成一些冲击了 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 米拉败他没有 在抓举当中发挥好 所以他抓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目前的抓举最好水平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他的抓举只成功了一把 一百一十九公斤 现在米拉败创造了新的停举世界纪录 蒋惠花 看最后这一局能否 凭借这一局 即拿下停举的金牌 又再次刷新记录 一百二十五公斤 蒋惠花拼了 一百二十五公斤 这一局起来的话 总成绩他也将成为冠军啊 真是拼了 可惜啊 没有翻起来 确实应该已经 超过了目前自己的最好水平了 已经到达极限了 下一来的话很遗憾 蒋惠花今天 主要是在抓举当中啊 三把只成功了一把 这样一来呢 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啊 最终呢 在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 是被中国运动员侯志慧所获得 而停举的金牌则归属于 印度的运动员米拉败 他在停举比赛当中 打破了蒋惠花保持的 女子四十九公斤级的 停举世界纪录 新的世界纪录是一百一十九公斤 米拉败 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所展现的水平 需要引起中国举重队的重视了 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相信侯志慧目前九十六公斤 这个成绩 想要达到的话还是很难的 再次恭喜侯志慧 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 拿下两枚金牌 创造一项世界纪录 而蒋惠花呢 是总成绩的银牌获得者 米拉败凭借着停举的超强发挥 直接升到了第三位 成绩二百零五公斤 总成绩也要比 一九年世锦赛的时候 提升了三公斤 好的各位观众 我们为您带来的 2021年亚洲女子 亚洲举重锦标赛 女子四十九公斤级 A组决赛的转播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您在接下来继续关注 本季赛事的转播 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